又一段时间过去了 给厕宝们看看 花蕊们寄来的花都养成什么样子了 这个是来了有一个月多一点的山菇龟 来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模样 就都软了 臭宝 你这个 已经都软得不行了 然后这一个呢 我看了一下 也是生存无望 基本是要嘎屁 但是这个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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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了吗 很好玩 我用到的是啥 我用到的就是纯活山岩 基本上是不浇水 只是有一点点潮气 就微微潮 明白吗 你看它就长起来了 所以说这种东西 你像快径类的 种球类的 你们不要过多的去浇水和施肥 你让它自己发育起来 明白吗 然后呢 等它根系长出来了 那个时候你再去增加一些水肥 懂这个是吗 没有叶子的时候尽量别给 哇 跟我大舅的那个坟头草似的 这个臭宝的 这个小叶赤蓝 你看 看到没 也是已经活了 我用到的就是纯活山岩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养了很多的蚊子 就是有水啊 我们基本上是 让它沾着一丢丢的水 就是若隐若现的感觉 就是 我用的是纯活山岩 明白吗 让它引根 然后呢 我用这个包起来 给上面提根的部位 也做了保湿 你看 现在就长起来很多的根了 你一定要记住 谁给你说一千到一万 给你扯皮的那个 你别搭理它 你一定记住 最好的生根剂就是氧气 然后呢 给它微微潮 让它保持一定的生存的水费 完全OK了 然后呢 这个花友剃过来的茶花 也给它救活了 就是有点惨淡的 就是这个 哎呀 这位花友的这个茶花 但是 虽然说 没有长出来很多的叶子 但是是什么呢 你看 它有很多的这个芽点 马上就鼓出来了 这个也已经活了 这位花友 你不用过度的担心了 也就是说什么 一定要用这种 稍小一点的花盆 花盆如果太大的话 透气性也不好 这位花友的宝莲灯就活了 那个花友的宝莲灯就嗝屁了 那个就没活 这个是我们从网上买的一个米兰 自己给它剪根了 就是 剪了 原本是很密的 现在给它剪成这种一个 棒棒长形了 不过这种很长了的 你们看到了 就可以动手给它掐掉 先让它去长密 再让它去长高 稍微掐 这个花友刚寄来的瑞香 不过已经饿住了病情了 它之前用的肥料有点多 有点烧 这是花友寄来的白锦龟呗 这才两天的功夫 这个都看不出来动静 你看我们这个金白瑞香 这是咱们讲的一个是吧 马上就到它的花期了 稍微凉快点的时候 嘟噜嘟噜一直给开了 就老哇塞了 这花友寄过来的这个 它寄来的三颗子 就给它救活了这么一颗 而且这一颗 你们可以看到吗 都是出来的这个 都是有黄花冰 该用繁肥水了这个时期 然后就是抹牙塑形 用繁肥水 做个矮坝也挺好看的是吧 不是 给它剪一剪到时候 这个就是龙土猪 你看着老大老老粗了 但是不好养活 来的时候它把根全部给产了 这个八块钱的烧药 越长越惊喜 越好看 还有买的那个 风雨兰 对对对 风雨兰 咱们买的这个 这个叫杜鹃花 你看下边又长了很多的这个芽子 抹掉 别问为啥 长出来的这个芽子也是发黄不好看 缺营养了 因为它在开花 营养根本供不过来 这个时期该加肥了 这个花友的枝子花 前两天长得特别好 忘了打药预防了 它有这个 不知道花友们会不会遇到这种 就类似于像月季上的前叶营 我问了一些专家 他们说这个叫二斑叶满 它不是红蜘蛛 也算是红蜘蛛的一个同类 它吃的这个叶子全部这样了 打药 打上两边药就好了 修剪修剪打上药 然后它这个要给一下光照 尽量的给出光照 你看 上了很多的秀柄 我把它往前推一推 拿到光照好一点的地方给它 该浇水的得浇水 别的没啥了 该寄走的都寄走了 想要寄养的臭宝 一定记住 我们是免费寄养 但是快递费要自己出 养死不回 我是老花一 老花最咱一 白了臭宝 好 好